你也覺得是很好的車不是嗎 很棒很棒 為什麼你知道我2016年那時候 第一次在日內瓦看到他 我驚豔啊 我說這根本就是小台的Uras 他就是跑旅 小台的Uras 真的真的真的 沒有你看他側面線條 你看他的背影是斜的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他的那個板件 肌理感很豐富 就是會讓你覺得看起來很 muscle 那再來就是他的 C柱 就是把手是隱藏在 C柱 所以他看起來 就很像是有點 Coupe那種感覺 所以他整個就設計上是動感的 那可能很多朋友會發現說 CHR這就修旅車啊 他多動感 動感以後會怎樣 但你不要小看他是 close over 你知道他是低底盤的重心哦 他的重心 他的底盤重心 還比一般的C級距的房車 降低了25mm 那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他開的時候 那個操控性很棒 而且他配置的是 就是Toyota的TNGA的新底盤 前面是賣花層沒錯 可是你知道他的車體剛性 有1500MPA 所以這個1500MPA 可能很多人沒有什麼概念 他大概是Lamborghini的小牛 Puracan的那個數據 車體剛性 真的假的 而且後軸是雙A倍 雙A倍為什麼好在哪裡 就是他結構比較複雜 他藉由比較多的連桿 跟車體連結 但前提是你車體剛性好 他可以發揮很優異的循跡性能 而且我那時候試 他是1.2Turbo 1.2Turbo不太快 我騎一天剛才落大雨 我零到100加速差不多10禮秒 不是很快 可是你會覺得很順 但是你如果下坡到在開的時候 你會覺得整台車就是一台跑車 他真的開起來 會讓你覺得隨心所欲 而且我那時候試試 全時四驅的版本 他在一般的狀態是 100%動力集中在前輪 但是你如果可能遇到濕滑的時候 他動力會分散前50後50 所以整個開起來駕馭信心十足 就開起來是過癮的 過癮的 你現在在面前要講 他已經變新了 他變新了 變新的男友已經愛上別人 我看他選車好像在選配偶 對啊 他真的功課做足 表哥做到 我都覺得可以放到節目上來播了 他比得非常非常細 原本是Code Plus 那最後到底選哪一台車 等一下我們來揭曉 CHR其實你那時候 因為外型實在是太好看了 你就是因為路過的時候 看了屁股一眼 就深深著迷 說真的 這11年來我原本的車子 我覺得我很專情 其實這11年來車壇發生什麼事情 我其實沒什麼在管的 就是有什麼車出來 我後來才發現最近這半年我覺得 原來汽車廣告這麼多 我本來真的都沒有注意 然後有一次就是在高架橋上面 然後就看到前面這台車 這個屁股怎麼這麼特別 然後再仔細一看跟近一點 發現這個牌子怎麼會是Toyota 所以我就嚇一跳 我想說說真的Toyota 大家覺得說是這種 保值很好啊 然後呢 挑戰率很高 然後等等的 維修等等的 是一台很好的一個車子 一個品牌 但是說真的原本以外型來說 就比較Toyota 但是就是說 如果長輩推薦 都會說Toyota很好 哇 中拒中拒 對 可是如果有一些年輕人 可能會覺得外型不夠吸引它 我如果看到這個車尾巴 我就覺得 哇 真的是 當下就覺得說就去開始去研究 然後我就發現 你當你有這個念頭的時候 你覺得說車子好像該換了 這想法好像就 就不斷的湧現 對 不然你的Cole Plus是想開20年 是不是 開很久了 說真的這 這半年來 結果後來這台車變成說 它還冷氣還壞過兩次了 我就覺得舊車好像有時候 在這種情況之下好像 它也想要退役的感覺 你已經要換車 然後舊車又一直出狀況 不得不換 夏天的時候那個冷氣壞掉 我覺得 我那時候就一直人家跟我說 不要這時候再花錢了 你就等新車吧 我說可是我車子一直不來 那時候有這樣的狀況 對 到底是買哪 它就讓你等那麼久了 最主要是CHR的安全的部分 讓你最後沒選擇它 其實現在CHR安全是蠻到位的 理工宅男工具人可以幫我們研究一下 全都有了 幾乎 它其實VSC TRC HAC DSC 這些有跟Traction的 還有車身穩定的這些東西 其實都很周全 煞車輔助的地方 像ABS 什麼EBD BAS 那些加強煞車 在緊急狀況下加強煞車 BOS 這些東西其實也算都有 但是我得說這些東西其實很多車 現在的新車很多車 其實也都是標配 其他什麼TPMS 倒車影響輔助 停車輔助系統 它差最多的當然就是現在 今年下半年我們在做評比的時候 重要的選項 AEB 主動安全的配備 對 其實現在AEB 很多人已經 你知道很多人開那個 比如說 像現在就講Raffle 賣最好 19年和20年四的 吵最兇的就是 哇 你有沒有全書譽 對 就是台灣人的口味很奇怪 iPhone一定要用最新的 這種概念有沒有 所以說 現在只有AEB 其實AEB也應該要標配 但是它沒有 嗯 剛好沒有 那ACC大家都已經開始漸漸覺得 應該要標配了對不對 那 那CHR它就差更遠 對 所以說 Toyota所謂的TSS 2.0等等的東西 會不會adapt到 會不會把它應用到這個 它所謂的TNGA 德國剛才講 TNGA底盤 應該是 有它的option 應該是說它有 選配這些東西 配備的能力 以我的概念 共同底盤上來說 它應該是可以加 問題是 CHR在同級的這些 我們今天會看到的一些休息車裡面 除了 我剛才下來的那一台 Lexus 高級品牌 它比較貴一點之外 在它同級的一些車子裡面 當然它也是進口車 在它同級的車裡面比 它已經是比較貴的 已經算 那你如果要再加上去 那它搞不好只輸給Lexus 一點點了 請問怎麼賣 對 會不會有這種很尷尬的問題 所以未來可能會不會變成另外一種車出來 我也不曉得 確實啊 不過以動力來講 因為其實小改過後 也有油電選項 而且其實日本也有一點拔的 動力選項是有的 這台灣就是比較動力小一點 沒有 因為車子賣其實看價格 所以這個價格是一個 決定大家購買的一個機率很高 那這個車已經我們講的一百多萬 它如果再加油電 再加EDAS這些主動式的煞車方式 它可能飆到一百三一百四 那就是Lexus 對 所以那當然在歐洲有分這個2.0的Hybrid 我們先講Hybrid在Toyota Toyota 10的地位中是一個核心價值 有這個東西其實現在幾乎誓言 全車系都要有Hybrid 自然那個HRV也會有 只是因為很多的談判車價的條件因素 跟數量的因素 會影響這個車子進口的時候的定價 那目前的主力 我們看到這個所謂Route 4大賣 其他的車系也一律跟進 這個車型因為之前的銷售 因為價格的關係配備的關係 比較在目前來說比較沒有競爭力 很可能會換另外一個車型上市 所以應該就是說 這個車型慢慢的就變成 比較不是主力的車款 那一樣 雖然歐洲有這個2.0的Hybrid 但是不見得會搭上去 就我想的嘛 Hybrid加10萬 EDAS加10萬 它就已經跳到可能快要一百一百三 再加關稅 所以會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全邊營好